消耗那些资源性的项目 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过剩的项目 第三类重复建设项目 这个是原民 这些历史上的 历史上的一些地契 这里一共有四大块 明清一块 还有就是民国一块 就是民国这一块 第三块呢是解放区的 所谓那时候叫斯维埃政府 第四块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现在是非常规范的 这个土地使用权政 土地所有权政 土地他向权利政 新中国成立之初 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 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 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 然而在之后三十多年时间里 我国的土地虽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却可以无偿 无限期的使用 社会各方缺乏合理使用 和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 从而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 更加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推进土地配置 和使用制度的新变革 特别是进入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 市场机制被引入到 土地资源的配置之中 这个就是1987年 深圳 深圳的国土资源局 1987年12月1号 就是全国第一块拍卖会 这个是砸的这个锤子 这非常珍贵的 1987年 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一块 面积为8588平方米地块 50年的使用权 44家企业激烈角逐 最终一家房地产公司 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也就是这次土地拍卖会 成为了我国新时期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里程碑 这是新中国土地使用权 第一次作为商品进入道市场 但是当时我们的宪法 是用明文规定 土地是不可以出租和出让的 当时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1987年实际是突破了法律的规定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就是我们开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土地它是资源 但是不能无偿的占用 因此它又是资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 土地还是资本 后来宪法也对当时的这个举措 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肯定 因此我们现在 城市规划圈内的土地 统一由国家征收来出让 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 如果是公益性需要的话 也可用